东京政府对在家隔离休养的新冠病毒感染者 免费分发食物和水 虽然是免费的 但也阻挡不了提意见的 目前入境日本之后需要自我隔离14天 但是管理上并不是很严格 全靠自觉 所以去散步 去便利店 甚至是去景点的人都大有人在 对于这种隔离 我们除了一生叹息之外 也无力改变什么 同样是隔离 新冠肺炎病毒轻症感染者 还有无症状感染者的隔离 就显得略微正式一些 由于医院床位紧张 在家疗养的人不断增加 考虑到这些感染者生活上的不便 还有些人因为这种休养 而失去了经济来源 吃饭都有些困难 东京都从1月25号开始 正式对有需要的东京都的都民 免费配送7天份量的食物和水 配送的食物分为主菜配菜和零食 一共是三个纸箱子 主要内容是素食米饭 咖喱配料 郁咖喱面水和一些零食 到目前为止 已经向5500人配送了这些食物 在宅の方たちからのお声とかですね あと保健所の担当の保健師さんとかですね もう少し野菜増やしてほしいであったりとか あとは乾燥しててもいいから 海藻類とかなんか野菜を多くしてほしいという 要望がありましたので 少しずつメニューはですね 変更しています このセットの中にビーフジャーキーが入ってたんですね やはりビーフジャーキーをあまり療養されている方とか 喉に通りが悪いということで あまりビーフジャーキーが好評ではなかったので そちらはやめまして今の形になっています この先ご覧いただくと分かるんですけど チョコレートとか入ってますので 夏場に向けてはチョコレートは溶けてしまうので 他のものに変えるということで今検討中です 例えば今日であれば 今日の夜の23時59分59秒で あなたの療養期間は終了になります なので明日からは普通の生活に戻って大丈夫ですよ っていう連絡を入れてます その時に感謝の言葉とかをですね いただくことがありますね ビーフジャーキー生活中最難熬的就是寂寞 日本公司研发了一款 絕對与中不同的機器人 名字就叫Nikobo 可以讓人惠心一下的機器人 新冠病毒疫情中 減少接触盡量不接触是關鍵 如何安放人類内心中 多多少少都需要宣泄的感情呢 Nikobo就是起這個作用的 温柔的摸一摸他的腦袋 還有他的尾巴 有可能會得到他微笑 也有可能會被他無視 這就是一款需要人類取悅的機器人 這個與其說是買回家的 不如說是把它請回家的 因為這個小機器人 並不能幫你做什麼事情 相反 把他請回家之後你還得為他做很多的事情 時刻要安慰他的心情 問問他心情好嗎 你現在寂寞嗎 我們要不要一起玩一會兒 和其他的機器人相比 Nikobo顯得更加任性一些 但是就在你為Nikobo做一些事情的同時 其實你也可以從中獲得更大的身心愉悅的感覺 找到自己為他人做事情的時候 一種反饋回來的溫暖 在此代言我還發現了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東西 這個光這麼看的話 你一定猜不到他是幹什麼用的 我告訴你他的答案就是 這個東西呢戴上之後 戴在腦袋上之後呢 這個設計師的原理就是說呢 這個你的視線呢 只能看到正前方的這一點點的部分 可以讓你非常專注的做眼前的事情 疫情期間很多日本公司都改為在家辦公 但是在家辦公的確實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所以呢 在這個疫情期間呢 又推出了這樣一個新產品 這樣兩塊板 你看這還有很多小洞洞可以掛東西的啊 就這兩塊板買回家之後可以自己組裝起來 然後呢可以在家裡營造出一個辦公的空間 非常非常的私密的這樣一個空間 你可以專心的做你想做的事情 疫情何時結束完全取決於疫苗 日本好不容易才弄回來一批疫苗 保存環境呢要求零下80度 為此日本還緊急定制了一批冰櫃 但萬一冰櫃壞掉了怎麼辦呢 果然2月26號就有一家醫療單位的冰櫃 發生了故障 自動斷電 發現時呢 溫度已經上升到了27度 可注射1032次的疫苗就這麼廢掉了 好在日本公司又出了一款 裝上乾冰後可以保持零下70度狀態 最長18天的真空斷熱冷藏箱 最妙的是呢 監控箱內溫度不需要開箱 還有GPS裝置和緩衝設計 價格也不會很貴 因為不必購買 租賃就可以 非常適合今後運輸和保存疫苗 在沒有打疫苗之前 我們還是做好自我保護吧 感謝您的關注 我是上海東方衛視 東京站記者 松看看 再會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